让我非常期待高大厨 高大厨跟我们讲讲 这个豆浆粉做豆腐 为什么用豆浆粉 我们用鲜豆浆不行吗 可以啊 因为这个豆浆粉呢 它比较容易方便 那我们在家如果说自己现炸了那种豆浆 完全那是更好 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家里面做早餐豆浆泡豆子 有时候会泡长毛 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好方法之类的 那咱泡豆子呢 最好把它放到冰箱里去 冰箱里面泡 哎 夏天放冰箱里面泡豆 这不可以 它只是咱泡豆子做豆浆的时候 只是让它吸收水分 就是 并不需要它去长牙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温度的给它控制稍微低一点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泡 就是 把它放在直接那个冷藏室里面 然后去泡它 这样温度比较低的状态 它就不会生长了 是吧 好嘞 那这边呢 我们的大厨啊 已经给您准备好所有的配料了 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这些 糖椒 香葱呢 香葱呢 是来炒肉沫 炒肉的 那我们这个 鸡蛋 这个豆腐弓呢 主要是用来鸡蛋来做 鸡蛋 就是说 它跟做那种啊 那个日本豆腐差不多 就是一定要有鸡蛋 否则不嫩的 像我们这个呢 就主要是像蒸蛋弓 为什么叫豆腐弓呢 因为它加了豆浆 来带去这个水分 那我们这个豆浆粉呢 我们一般在家里面 就买那个好牌子的最好 是不是 我们这个豆浆粉呢 一般到这个超市里去买那种不含糖的就可以 大品牌的不含糖的健康的 像咱这个豆浆粉呢 我们一般像它里面那种小包装 我们用半包就可以了 半包那配多少水呢 然后给它这个水呢 和加到这个和鸡蛋的那个量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呢就给它调开 像咱这个呢 最好呢是用浓水来冲它 因为我们如果喝的话呢 会用这种开水来冲它 然后它冲出来是热豆浆 那我们要往这个蛋液当中混合呢 它浓水的混合是比较好的 就是不要温度 就是直接冷水这样调 只不过你费点事 或者说呢 我们用这个热水冲调好了 然后呢给它放凉 然后呢再喝这个鸡蛋去混合 那如果你在家里面早晨的时候做早餐 剩一杯 你可以把它提前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着 等晚上的时候再做 这个是最好 是吧 总之早晨的时候也得喝豆浆嘛 如果我们不喜欢吃这个豆浆味呢 我们完全可以用水来做 没错 这算是一个化学变化吗 不是 就物理的混合 这个水和这个蛋的比例呢 是1比1 就是说你看蛋它它称重 它的量跟豆浆有一样 对 我们把它打散 我觉得这个是个技术活 跟我们做鸡蛋糕差不多 但是有的时候做鸡蛋糕啊 大空小空 是不是 一会看看大叔怎么操作 好吧 来一点盐 少量的盐 给它打银 打散它 一定要散散的 那我们这个抽打的这个过程呢 一定要给它打开 像咱这些蛋清呢 它不容易散 没错 好大叔 这个工作我来帮您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卤肉的这一块 交给您 这道豆腐羹啊 其实它的焦头很重要 就是那个卤肉嘛 那今天我们这边肉呢 用的是五花肉 是不是大叔 我们用五花肉或者筋肉都可以 咱这个那个不需要它特别的那种香口 因为这个非常滑 对 我觉得能想到它那个口感 肯定跟那个鸡蛋羹了 差不多 来 来 我们把它倒到盘子里 好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我们打散之后呢 它上面会有一些 因为这是漂浮的泡沫 这个泡沫呢 我们用筷子给它 不要泡沫 为什么不要泡沫 咱说 用筷子给它一格 泡沫会有不一样吗 咱说 泡沫在上面呢 它会起孔 家里面有时候打的那个鸡蛋糕会起孔 会因为有泡沫的关系 它和泡沫有关系 但是不是绝对的 最主要的呢 还是这个火候的掌握 火候 这个蒸汽呢 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到 要让它徐徐的有 不能太猛 这个蒸汽太猛烈了以后 它就会起孔 好 这样子直接放在我们的锅里面 那火我们怎么来控制大叔 肯定不能太大 先要大火给它烧开 先烧开 然后关到这个内环火 就是这个火苗最小的那个圈 最小的那个圈 叫内环火 给它做 然后给它关到这内环火以后呢 差不多有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说蒸个鸡蛋糕 你大概需要10多分钟的时间 大火烧开 小火慢慢用那个蒸汽 煒着它 好了 既然是焦头卤肉的这个豆腐羹啊 卤肉怎么卤呢 大厨 给您教教招 那咱这边另起一个锅 好 给它加点凉油 凉油 下陈去 热锅凉油的道理 给它润开锅 好 这个时候呢 给它下一点 这个葱末和姜末 葱末姜末 真香 味就出来了 然后炒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那个四川人吃的豆花呀 它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种 咱今天这种也算是 像豆花它的焦头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大厨 有点类似吧 那我想说其实今天这道豆腐羹除了做这个卤肉的这种焦头 它有鸡蛋它本身 哎呀 不不不那么香口 加点肉末 一口挖下去的时候 嫩中有那个颗粒的肉末 最好了 像咱这个开起锅来之后呢 在这边就要关小火了 关火了 你看大厨这边很掌握时间的 就是再继续用那个内滑火 煤它十多分钟左右 然后您是不是看看它变老了就行了 那炒到这个肉碎变色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来酱油了 酱油来一点 那我们用点这种深色的老抽 颜色一定要好 不然的话 看着它白的话配得火 给它炒一下 好 还不错 来给点料酒 来点料酒 这个料酒能不要太多 一点就可以 星星点点的一点 放点胡椒粉 放点胡椒粉 你看 挺简单的吧 胡椒粉 给它调到味就行了 好 倒来点糖和盐 盐呢 给半尺就可以了 这时候放个辣椒嘛 辣椒 辣椒直接放进去 葱沫是不是要现在这样子 职业理想 现在放一部分 然后最后往这上面 浇的时候再留一点 好 来 葱沫 撒一点 咱这个卤肉的酱汁 这才是 做好了 这个浇头做好了之后 您就放到一边 等那边鸡蛋羹 也就是豆腐羹出来之后 再浇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等一等吧 等豆腐羹 接近现在也就五六分钟的时间之后 把火一关 把它端上来 再把浇头淋上去 这边已经把豆腐蒸好了 赶快把它请出来 真的是一点孔都没有 大叔这边 有点像什么 真的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日本豆腐的那种感觉 哇 金刚不坏之深的 你看它这个颤软的 它这个颤软的感觉呢 你一动它 它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它会颤 颤颤颤颤的 但是它怎么看它熟和不熟呢 你把它歪 把它斜一下 它不流动了 如果它有一个方向会鼓起来 那它是不熟的 里面还是有流动的水 对 它如果是不熟的话 这个地方会鼓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不熟 没错 那我们蒸好之后 我们炒好的卤肉 我们就可以给它放进去了 放上去 来 来一点 多淋一点 这样吃起来香 最多吃这道菜用勺子一挖挖一口 怎么看都怎么像豆花 好了 好了 这么好吃的菜